这是又去看兰花展了 驱车北上100多公里 之所以这么远还跑过去看 是因为这个兰花展还挺大的 这个展我来过 上次来是19年 来了之后发现果然不虚此行 既看了展又听了讲座 讲座收获非常大 讲座的部分还没有整理出来 整理好了后续会发视频 关于讲座的视频将会非常适用 在这先为那个还没有制作完成的视频做个广告 千万不要错过那个视频 具体是什么实用的内容 在这先卖个关子 留着在那个视频里咱们一块说 现在看到的这些花都是售卖厅的花 这个兰展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售卖厅 一部分是展出厅 兰展9点钟开门 我到这差不多10点钟 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感觉好多花都已经卖出去了 因为人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拍的这些花也零零落落的 从人缝里插孔拍的嘛 看到生态瓶里那些保时懒了吗 我还问了一下 是一直可以在这个瓶子里养呢 还是中间要拿出来 卖画的人跟我说 可以一直这么养 开花的时候打开瓶盖 让它长出来开花 不过我没有试过 不知道这样具体可以维持多长时间 规模稍微大一点的花展呢 就会有成竹 小苗 平苗 各种盆啊 盘子啊等等 对 还有兰花植料 兰花肥 兰花的品种 也会非常非常的多 价格也差别挺大的 能找到便宜的 也有不太便宜的 如果打算买花 看到合适的 需要眼明手快的 赶紧买下 因为可能一转眼的功夫就没了 有些物美价廉的 会非常抢手 当然 有些颜值高的 贵也有人要 看这平苗的根 好可爱呀 可能环境足够好 所以非常开心的样子 好可爱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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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